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咱们拼瓦时代的第12期节目 我是主播张俊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 来和咱们聊一下咱们中考的一些事情 咱们今天来到录音间 是我们之前就参与过节目录制的小川 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咱们得有一年没见了 今天我跟张俊老师一块再来录一期 关于中考的那些事 毕竟我也刚中考完 是啊 首先咱们恭喜小川 就考入了自己一个比较理想的高中 是吧 也从一个初中生升级为了一个高中生 然后就要进入三年的高考冲刺了 你觉得现在心情怎么样 现在心情比较紧张 也比较高兴 一个是能考进自己心意的高中 能继续往下学习下去 也是一个蛮值得高兴的事 紧张的是作为一个河北人 面对着全国最困难的高考 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高考不应该是河南山东更狠吗 是 但是是那么说 因为他们的本科录取率比我们的虽然更低 但是别忘了 河北省还有一个教育狂魔 衡水师在 对 其实河北咱们在北京的听友 或者在北京的家长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因为有一部分的咱们北京的没有户口的孩子 很可能会选择周边的地区去学习 比如说去天津 去河北 河北的石家庄 或者河北的衡水 去读初中或者读高中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衡水中学 他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 有上理的 对 就是最近几年是非常的火 对吧 每年都是 今年我看到他们高考放榜 就是基本上可能 比如说什么 叫做700多分 是吧 700分以上的 占咱们河北省的85% 是吧 什么690分的占83% 是吧 还是很猛的 因为我周围其实有 在石家庄一中和石家庄二中的朋友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在 他说当时其实河北 在几十年前 衡水还不是特别的冒尖 是吧 最近几年 因为他的管理模式 他的掐尖的能力 是吧 他导致了他现在实际上 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式的一个学校了 对吧 包括他的有一些 这个就是教育的方式 第一 对 就他也被很多的其他省市的学校去 效仿 对 这个当然我个人来说 因为对衡水也有一定的了解 我不是特别的 这个 同意他们的有一部分的方法 比如说是用时间去堆 大量的刷题 这些 但是后来发现 因为现在这个整体的教改 他让这个整体高考和中考的这个难度降低了 对吧 包括呢 就是这种 就针对应试的这种 这种练习方式 他更高效 实际上很多北京的学校 或者很多的这个像山东啊 像那个河南的学校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山东河南实际上 其实也很竞争激烈啊 对 他也也纷纷的就是采用那种 这种方式 是吧 但是小川你是在苍州 是吧 对 我是在苍州 对 咱们就不说具体的学校了啊 就是因为要保护隐私嘛 是吧 在苍州实际上 你们的学习的这个强度和压力 跟衡水那边是差不太多的 你个人感觉还是说 还是衡水那边会更凶惨一些 是这样 就是在我们城市来说 升学压力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在学校的学习教育来说的话 肯定是没有恒水那边那么严格 那么严格 因为据今年的统计 是有八万名参加中考的考生 而整个苍州地区的所有学校 加起来的收学名额 只能收四万名人 四万人 你是说只有你 只是你们一个市有八万名吗 还是全省 一个市就是八万名考生 那太多了 等于是只有50%的人才能 进到高中 对 才能算到学校 还不说它是普通高中 还是好的高中 对 是所有学校加一块 是 而且这里面就是连中专 什么的算一块 总共才有四万个名额 剩下的就得自己想发 在别的城市 或者是找一些私利考进去 那么大家都知道 就是今年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年份 就因为从春节开始 全国的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就是学生们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不只是说咱们北京 河北这些地区 那正好让小川你赶上了 而且你还是毕业班 对吧 大家其实就是觉得 如果说是你是初一初二 可能还好 对 是吧 尤其是小学也还好 小学六年级 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是直升 对 对吧 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是真是对于初三年级 和高三年级 对吧 在学校学习和在家里学习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对 对吧 那你能讲一讲 就是说 你在这段时间 这个学习的状态 包括你同学的学习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吗 首先呢 就是刚得到疫情 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寒假就得到消息 一开始是说 就是推迟上学 当时我们还觉得 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 然后呢 正好赶上寒假 我们到当时一开始的心情是 还很高兴 能多放几天假 谁不愿放假呢 但是后来发现 退一个星期 再退一个星期 又退一个月 两个月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焦急了 然后呢 就是得到了网上授课的这个通知 你们当时是不是觉得就是在寒假的时候 觉得这个事就是跟当时非典差不多有个半个月 一个月就过去了 是吧 就是就是当时其实大家都在想 就是你比如说应该是二月份的 我想想二月底是吧 还是应该是二月底开学吧 嗯 二月底开学 对 但是大家都想最晚最晚也就是四月初 对 是吧 三月底四月初也就差不多了 一两个月就 对对对 是不是当时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觉得这个这个假期 本来寒假原来很短 延长了 后来延长了快一个月 这个这个大家都还还还满满那个什么 那当时在假期的时候还没开始 呃线上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还是按部就班的在复习呀 或者什么 嗯 但是已经停止上了补课班 就是在家 就是课外班是没有了 对 写了一些寒假作业 但是当时因为是正好是赶上过年那几天 嗯 开始严重了 嗯 然后就是也是在家有点焦虑 因为不让出门不让聚餐了 嗯 觉得这个年过的也很 有点憋屈 对 然后当时但是当时没有形式这个事情那么严重 就是整个仓州地区来说 甚至还没有囤口罩 就并没有发生囤口罩 我们北京其实也没怎么囤 想囤的时候已经没货了 对 然后再等知道口罩的作用的时候 各个药店已经都没有了 然后网上聚贵无比 对 就是据我所知那些什么那个 那个消毒泡腾片啊 酒精啊 点福啊什么的已经都脱销了 都脱销了 对 这是全国都是一样 对 因为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 然后就是剩下的 其实这接下来两个月啊 并不是居家学习 而是居家生活的一个非常焦虑 就是当时第一次在家待那么长 那么长的时间 就是很难受 每天憋在家里 不能出去玩 最多的事就是刷手机 看看书写写作业 前几天还好 但是到了后面就烦了 对 就已经开始精神上 已经有一些 类似于崩溃的样子了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疫情的影响 你们是不是在初三的 这个 应该算是下学期 对吧 对 初三下学期应该是 大半的寒假都应该去到 这个就像你说的补课班 或者课外班去学习 对吧 就只是春节那几天 能够修一下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 我们是278号那天放的假 就不是补课班 然后是 春节前 对 大年初五就开始再去 又去 就只是春节那几天是休息的 对 然后但是到初五 先是得到补课班老师 不复学的通知 后来一步步就更加严重了 对 大家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春节前 假期 我印象中应该是 十几号放的假 对吧 对 假期前的那部分的 那个课外班还是上完了的 对 一直上到了大年29 差不多 对 对 然后后边的话 只一春节之后 就基本上全部都停掉了 对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 恢复的这个 线上的这个课呢 是一开学就恢复了吗 3月1号或者什么 恢复线上的时间 大概就是 成了一个月到两个月 因为当时老师们还行是会 也会复学 学校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结果就是 就是就是在开学 到这个之后的快一个月的时间 它是完全没有人管的 对 就是唯独的就是那点寒假作业 然后 寒假作业他也 他也 他也老师也没办法这么详细的去给你们 你们去讲啊 对 然后基本上当时就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 就是学校接到这个网上授课的通知 也是教育部 就是河北省教育厅 匆匆匆的下发下来的 学校就是前几天那个 不管是丁丁啊 还是我们用的乐教乐学 都是一个崩溃的状态 根本就进不进去 有的连登陆都登陆不进去 对 这个丁丁被人吐槽了无数 但是丁丁实际上还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啊 但是因为确实全国 全国用这个太多了 我们是先用了一个多月的乐教乐学 那个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老师先录 然后学生在看他的回放的这么一个软件 到了大概用了一个月左右 就改用丁丁了 然后因为就直播了 对 直播呀什么的 他的效率相对还是更高一点的 那你自己感觉这个 因为你是真实的学生啊 就是自己感觉这个上这种直播课 咱们先不且不说这个录播啊 因为录播本身的效果就不好 对 那直播课你感觉 就是体验是如何的呢 这个说实在的体验是非常差 我觉得就是前几年流行过说 这个互联网教育啊有多么好 有多么的先进 但是真正用的时候 我会发现这个互联网加教育 其实它并不怎么样 因为可能啊 我分析它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互联网加通讯 互联网加这个娱乐 它的发展的更加的成熟 当你得到这么一部手机的时候 它必然你的心不会停留在 对 它会总想着摸摸这摸摸那是吧 对 除非呢 你就是真的是 一人有一个教育类似的平板 你除了学习不能干什么 对 只能干这一个事 对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来的匆忙 再加上不可能这么一个人配备这么一个 所以就这么说吧 我们一个班是60多个人 70个人 但是真正直播的时候的上线率是30多人 剩下的去干嘛了也不知道 你班是一共是接近70人 对 这个大的这个班制 对 然后上线率只有30 就是半成都不到 老师不管吗 老师没有办法管 因为他不像去学校 你谁没去 谁都能看得出来 那个等老师再下了课什么 再查那些人数 有的甚至在家长群里通知完了之后 他照样不上课 那老师也没有办法 这个其实也是 当时最开始开放直播的这个时候 就很多家长吐槽的一个点 对 就是你没法控制 有的就是说 你看还上网上还出现了很多段子 就比如说 自己拿一个自己的照片 对着这个摄像头 是吧 不知道干嘛去了 还有那种上线之后 把摄像头一关就接着睡觉了 对 是不是 还有在被窝里头 那个打开电脑去看的 这个肯定效率上面就差很多 然后就是对于你们初三来说 就是初三高三的这种毕业班的学生 那就是家长有没有提出一些意见呢 一开始的话 因为家长也是第一次接受这个 也是蒙的 对也是比较蒙的 也估计心情也是 你玩就玩吧 先上两个月你肯定还不学校 就让老师好好管你 但是后来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上不了了 对 然后就是我 我的家长就是会开始盯着我 必须上网课早起 类似于这种 或者是让我写一些作业什么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家长 据我所知 还是有的要么得去上班 有的要么就是也没有心思管他 对 就是其实在初中啊 或者说是已经到了初三这个年龄啊 就家长可以 一个是他的难度 是吧 他的辅导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从这个年龄上来讲 然后包括这个 从初中开始 会陆续的孩子们会进入到青春期啊 也不太听家长的一些建议啊 或者什么的 真是不太好管 包括确实家长还需要去 因为家长我印象中是 单位复工的时间 实际上是比复课的时间要早的 对 会更早 对 然后呢 你说这个年纪十五六了 十三四了 这个基本上都有独立的在家的能力了 他不像小学 小学还真是一二年级啊 或者说那种小宝宝的话 他可能确实是家长得留一个人在家里看着 毕竟涉及到安全问题 其实你们这个年龄 他不涉及到安全问题 对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可能是要靠这个自觉了 对 对不对 那你从这个学习效果上来讲 你是感觉一个是这个实际上 他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这一次对于这个线上教育的应对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对 非常的匆忙 对 就是 就是咱们跟十几年前比啊 我是个人感觉 从互联网技术上来讲 从这个直播技术上来讲 实际上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 对 你要搁要摆到那个 咱们就说非典的那个时期啊 根本不可能 对 对吧 因为那会只有像什么四中网校 是吧 什么101网校那种 对吧 他这个 这个他只能是录播 对 互联网不够普及 对 而且家里有电脑的人都少 对吧 没有办法实现这个 那现在实际上 像比如我们小学啊 也没有直播课 基本上 嗯 他实际上是多方位的 你可以用iPad看 也可以用这个电视看 嗯 也可以用这个电脑看 都可以 是吧 其实他整体上 技术上是已经达到了 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 这个考虑到 呃 场景 就是他 他是需要孩子独立的去 去操作去学习的 对吧 对 那所以说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平时接触这个比较多 而且他比较适应这种 独立学习的这种环境 可能就会好一些 有一些孩子 他虽然他原来学习成绩还不错 但是他可能之前接触这方面非常少 他也不是特别适应这种 隔着一个屏幕 嗯 跟老师去交流互动的这个 这个方式 对吧 包括咱们其实呃 呃 之前上学你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在教室里的那种气场 和在家里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吧 咱们之前金金乐道聊过这个在家办公 嗯 对吧 大人都尚且如此 对 是吧 在家办公 你就 你想着你在卧室里边再有其他的家人影响 是吧 你都没有办法去专注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对 就何况咱们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呢 嗯 对不对 那么你是感觉就是同学们之间的这个这个成绩的这种波动 是不是会重新洗牌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基本上呢 原来的话是 首先是住校生 他的成绩会特别的好 因为他是基本上接近于衡水化的管理 就是早晨五点多钟起 然后晚上十一点睡 嗯 就是每天都有老师盯着他去学 然后呢 这个他们原来的成绩是非常好 但是一这个回家赴网上教学 他们的成绩下滑的是最厉害的 因为一方面呢 是他们在学校的这么严格的管理 就是瞬间回到家里 家长肯定是非常的心疼 对他们非常的好 嗯 然后再加上他回家会得到手机啊什么的 因为一个月一个月的不能回家 他们突然一下得到这个东西 必定是 免疫力会差很多是不是 对 然后其次就是一些条件 有的住校生的话 大部分来源于一些乡镇 他们那有的甚至家里可能 都没有电脑 对 或者家长只有家长有手机 孩子根本就没有手机 嗯 所以他们的学习就是 我听住校班老师说 他们学习不管是上校率啊 还是积极性啊 都是基本上特别差 甚至低于原来不如他们的走毒班 这个河北可能还好啊 就因为毕竟算是不是特别贫困的地区 对吧 有一些山区甚至连网都没有 嗯 对吧 之前咱们在这个新闻里头看到有一个女孩 她是高三 嗯 是吧 她每天还要爬到山尖上去 对对 去收下一个村 另外一个村子的这种这个信号 嗯 对吧 这个就就就非常的受影响 包括确实是像你说的 很多的这个乡镇 他他他家里头根本就没有配置电脑 没有配置iPad或者这些东西 那现买呢 有时候家庭的这个经济能力也不现实 对 也不现实 因为很多他确实是难 就咱们大城市家长有可能他体会不到 对 但小城市他可能你花个三四千块钱 买一个电脑或者买一个iPad 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有压力的 嗯 包括他不知道怎么用 对吧 家长孩子都没接触过 而且他还不让回学校 对 这个对于这个毕业班的孩子来说 真的是很难啊 非常的难 非常的难 那你刚才讲到了这个 住校生 嗯 他们的这个受到影响会比较大 那么你最后看结果呢 就是就是就从最后考试中考完了之后 是不是你周围有一些住校生 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成绩 是没有之前那么理想 住校生的话 他是因为这个疫情的话 他两级分化特别严重 嗯 就是学习好的 他不会受影响 还是那么因为他自控力非常好 对 然后另一部分就是玩的 就是非常玩手机玩上瘾啊 或者是本来也不是说那么的理想 嗯 就更加的放纵 他就是没有中间段 只有两级分化的特别严重 要么就是学习特别好的 继续好 然后要么就是学习差的 更差 那小川你刚才提到手机 这个事 你们走读的孩子 他是每天都回家 都可以玩一会儿的 对 家长还不是不是那么严格的去管 对 嗯 就是不是每天玩吧 反正周六日的话 你最起码能带带 能看一看 嗯 嗯 就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适应了 就是平常能接触到 没有说那么的好奇 那么的喜欢 但是住校生而言 他们是一个月一回家 就是这一个月内不能碰手机 等他们一碰到的时候 他们肯定是心情会非常的高兴 对 看什么都心情 对 咱们实际 之前小川邀请小川来录制节目的时候 其实聊过这个话题 对 就是小川你觉得就是你同学之间 实际上对游戏不是特别的那种痴迷 嗯 是吧 就比如说现在非常的什么流行的 荣耀啊什么吃鸡啊那些对吧 他们其实还还好 也有据我所知啊 就是多半来说的话 不会对那些游戏特别痴迷 嗯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有时候到一块 可能会打成两把 但是也不是 平常聊一聊 稍微聊一聊是吧 但是基本上不会说特别牵扯 他们的话题 嗯 但是我看到的周围的同学有的话是 每天就是玩到半夜 然后白天继续玩 对于他们来说 甚至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一部分 对 有的时候看见他们一聊就是什么 哎呀 今天上了几颗星 明天升了几集 然后就是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了 但是大部分同学来说还都是并没有让他入侵生活的那么严重 还好 因为其实到13 4岁 14 5岁 这个年龄他还是能够意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前途的 是吧 OK 那你是觉得这个 呃 线上教育实际上落地之后效果不是特别好 对 最起码就这次而言 他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好的 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他也只能先这么办 没办法 也就是学了总比没学强 对 不过这次也可以为以后的经验 就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 对 对 确实是 是是是是呃那么这个这个咱们再讲讲复课啊嗯就是你还有印象你是什么时候又再一次回到校园的吗 大概是五月多份我们又回到了校园一开始是先分分批就是五月初是吧对五月初 然后是先我们初一初二不复课我们初三的先复课嗯 我们站他们的教室分成一个人一个桌 然后中午的话是不能回家必须得在那 中午呢吃饭怎么办呢也是一人一桌吃 对一个人一桌 分批吃 不会分批你们有食堂吗 食堂是留给住校生用的 我们走读的话是请了那个永和豆浆为我们学校送餐 对 那你们住校生实际上就那会跟你们同步回学校之后他们也住在学校了 对 但是好多表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老师也会教一个住校班 嗯 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学习好的还是按原来那种模式走 学习不好的或者是有一部分 习惯会变得很差 对 就是说开始会上课睡觉啊 不听课啊 就是已经堕落了 堕落了 这么快就堕落了 嗯 那那个 那讲一讲你们就是复课之后他那个上课的形式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小学他实际上复课之后他还是放放录像 哦 我们的话是因为要分成AB两个班 所以每天会每一节课会轮着上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授课老师在A班上课 B班的话就会用电脑是接收A班的那个声音 是在A班老师带着一个无线脑脑脑 然后把这个声信号传 录声音视频都录下来吗 不是是同步 同步传到B班 但是这个效果的话说实在的非常的差 就不太好 这个我明白了 因为你这班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对 但是老师还是那些 那只能是今天A班是真人 明天就变成假人了 就变成屏幕了 那是所有的科目都是这样吗 所有的科目都是这样 然后的话是取消了体育课 体育课不让出去了 对体育课不让出去了 每天戴着口罩上课 对每天戴着口罩上课 然后吃饭的话也成了我们的一个乐趣 因为吃饭是不用戴口罩了 对而且吃饭的时候也是唯一 我们能休息一块聊会天的时候 课间也不许聊 课间的话是分成本来10分钟的课间 分成两个5分钟 然后第一个5分钟是A班去上厕所 走指定的路线 用指定的水池洗手 然后第二个5分钟是B班去上厕所 这个大家可以听一听 这个就是咱们9月份可能全面要复课 很多学校可能还会延续这个 当然不会分班啊但是上厕所吃饭啊什么 你不知道这些时间可能还会这种延续这种 那就变成了就是就是你上厕所的时间 你要是错过的话可能就得等很久 不像原来那么自由了是吧 对这你出一 现在上出一出二或者生出三的 可以听一下 这可能就是以后你们的上学模式 那你们戴口罩会觉得特别闷吗 会 然后呢由于当时的话疫情是不那么严重了 我们会背几个就是稍微薄一点的口罩 因为如果背那种医用机KN95的 N95那就完了 那就可能两节课就晕倒了 对那个阻力太大了 而且我们复课的时候正值天气回暖 冬天还好 冬天还好 夏天哇满脸就全是汗了 五一之后已经热了 对也不让开空调 对不让开空调 然后呢有的学校有风扇的话 它是可以开风扇 但是我们学校没有风扇只有空调 只有风调就不让开 不让开空调 太可怕了 然后可能我会估计啊 如果赴了学之后 还是照这种形式是 不让串楼不让串班 每天是要量体温 那还不如在家呢 对其实挺麻烦的 然后学校的话 这就得看班级了 如果有的班级管特别严的话 它是不会让你串作味的 课间也会有老师盯着 就是你前后桌能说实话 这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 那刚才咱们那个 录节目之前提到了 就是后来是初一初二复课了之后 这个你们就合并成一个班了 对吧 又回到原来那种模式 是不是会感觉稍微好一点 对那个当时 搬东西的时候 就是特别兴奋 因为就是回复到了 跟原来上学一模一样的模式 该怎么上 那还是带口罩 对然后中午也要回家了 也不在学校吃饭了 唯一就是戴口罩 那你路上可以聊 对吧 中午路上什么上下学的时候 可以沟通一下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你下来坐位什么的 也基本上没有老师管了 但是当街道北京又有 对北京新发地第二次这个爆发 这个对于你们也是肯定是有影响 对不对 哎呀 好些同学都都哭了 好不容易又见到面 然后又残忍都给分开了 是是 然后这个我们北京也是 就尤其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这个刚那个那个就是 因为北京是最严重啊 那当时第二次的时候 就刚刚上了没几天 然后又回家了 对 非常郁闷 非常郁闷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 这个打击还蛮大的 对 我不知道北京怎么样 就是我们和仓书士来说的话 好像是初一初二回家之后 他就开始放暑假了 北京没有 北京还是继续上课 因为北京最后还有一期梦好事 线上的 我们就是直接那个 那次回家了之后 就开始开始放了暑假 他们就放暑假 然后我们继续的在家网课学习 等于是你们 刚才咱们说过 是6月21号又回家那个复习了 是吧 对 这个是当时是怎么考量的呢 你们学校 我们当时学校是 以为想申请所有初三全体的 全封闭管理 就还是在学校上 对 但是由于条件不够 然后怎么着 最后教育部还是没有给批下来 是所有的河北的学生都回去了 还是说就是有部分学校是留在学校的 还是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反正好像是说所有中学生全部回去了 高三的话 因为他的床位够 有能力就是把全体高三的留下来 就是直接不让你回家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那个不能回家了 这样就隔绝了这个外界传染的这个可能性 对 然后当时对我们还每个学生做了两次核酸检测 是什么时候做的 就是复课的时候做了一次 对 5月份 没有就是连着做了两回 然后6月份的时候连着做两回 对 做完之后依然没让你们留在学校 不是 是复了课之后 然后合格的就可以开始 5月7号的之前 对 做了一次 5月7号之前 然后5月7号之后 然后所有外地返回的 必须得自己再去做两次 就是这政府其实也算出了比较大的力 我们学校一个学校 给你报销了 对 3000多人一次核酸检测200多块钱 这也是不小的一笔 不小 不小 真不少了 这你要是放到这个 像你们说的8万多考生的话 也是挺厉害的了 对 然后 那你们这个有不去的吗 就比如说我复课之后 我就没去 最后 有 也有 就是好些 就是原来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的人 就是自打复课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了 学习好的都回来了 对 老师也不愿意让他们回去 回去还得 对 还得那个什么 反正你就最后就考了中专 中专呗 是吧 甚至有的 明白了 中专都没有得上 太可怕了 初中能毕业 是吧 对 义务教育 对 9年义务教育 初中肯定让你毕业 剩下的就不说了 回家务农 这个也是有可能 因为北京我是知道 有一些家长 不管说是学习好 还是学习不好 有一些确实是没有让回去 他出于各种考虑 对 是吧 就是整个安全的考虑 包括孩子 因为戴口罩 非常的压力大 因为这个东西 咱们其实都带 都有 你如果说是持续的让你不摘 还是挺痛苦的 对 像你说的就是那会儿还不是特别热 其实上个两小时课 满脑子都是汗 要隔9月1号这回 如果复学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更痛苦 是 不管在多薄的口罩脸上 照一层布 这个大热天的那么多人 他会比较闷 对 而且其实从科学上来讲 就是说 用脑 这个思考这个事 还需要比较强的供养 对 你供养不足的话 肯定就是学习效率上 也会受影响 对吧 而且戴一个口罩的话 他头部的散热会减少不少 就是你可能学着学着 脑袋会很热很热 然后一热的 就犯困 一犯困 对 犯困的话 你肯定就完全非自主性的这种跑神了 对 那你提到一个细节 今年的体育考试取消了 就是直接没有体育成绩 对 是吧 然后体育课呢 学校也不让上 对 那么你感觉这个 这半年来 你的体质上面 是不是自己就感觉有些下降了 是这样 我的话呢 因为前几期我也聊过 我的话很 我和我的父亲会很热爱运动 然后就是我们在家的话 会坚持做一些类似于 比如说在家在一家店上能做的那些活动 比如说练练腹肌 那还是不错 对 蹲起 就是类似于这种能在家完成的运动 但是据我所知 大部分的学生的话 可能一天就躺在沙发上 就不会动 对 因为有一些的那个同学 之前在网上触材 然后复学了之后 复课了之后 一看同学都不认识了 胖了十多斤 对 本来原来是瘦瘦的 现在变圆了 我看小川今天的这个状态 跟去年我见证他没什么区别 是吧 更加精壮了 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因为实际上最开始 春节和春节后 那段时间肯定是出不了门 不让你出 出家 对吧 后来是可以在小区里转悠转悠 后来我们是这样 后来是我们每家庭得到一张卡 就是每天能出小区两次 为了方便你买菜 买东西 对 然后就是有的那张卡的话 因为小区里它也是有菜市的 我妈妈也不会用 然后那张卡我就会留着 每天的话 我当时就是复学 每天晚上 我还是会坚持出去跑一个五公里 这个非常好 也大街上基本上很少有人 然后就跑五公里的话 每天坚持下来 这个身体还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确实 确实 看着你精神状态也不错 这个很遗憾是这个体育取消了 要没取消的话 估计你又能够长个十分左右 是吧 对 这别人好多人在家闷了半年 整个全废 其实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你这个你如果长期在家摊着的话 它是就是对经历来说的话 是不好的 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一些体力运动的话 它不管是学习的积极性还是 状态 对 状态和心理的话 它也是那种颓废的 就是很懒 很懒 光想睡觉 总提不起精神来 对 但是你要稍微的出出汗运动一下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然后更加的就是有精力 就是每天就不至于那么昏昏沉沉的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有几期 一直在聊这个体育的这个事啊 就是因为尤其到了初中开始 包括高中啊 这两个阶段 实际上你保持一个比较 良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一个状态的话 就是对学习真的是比较有帮助 对 包括你工作了之后也是 你每天每星期吧 你不能说每天 每星期你保持一定的量的锻炼的话 是能够调整你的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的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就目前我观察到的现象来说的话 这个现在中全体中学生的体质啊 我觉得都非常的太不理想了 就是能像我这样一点肚子没有的 基本上一个班比较少 对 有那么一两个就算不错了 就是看着不那么胖 但是基本上都有一个小肚子 都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小学生嘛 现在学科学压力比较重啊 不像那个几十年前那会儿 就是实际上几十年前那会儿 实际上三点多钟放学 后边就没什么事了 就是踢球 是吧 打篮球 这么多的那个户外的运动 或者瞎跑 现在的孩子又上课外班 又这回家又做作业 作业还巨多无比 对 就是天天坐着 你坐着那肯定就 就就就就会掌握 主要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现在的娱乐方式 它改成了 你像手机啊什么的 对 他就做那种动 线上的那种那种电子产品 对 你像原来一块小伙伴 一块约着跑跑跳跳 对 现在有时候可能发个微信 就说一块来一局 就懒得出去了 是 对 所以体育运动 我感觉这一代减少了不少 就是 而且我觉得 你像你现在如果身材的话 会有那么一个小肚子 或者是你已经就很胖了 你如果青春区就那么胖的话 你到了以后更不好捡 因为青春区你还处于一个高的基础代谢的状态 对 如果等你成年以后基础代谢下来之后 你的饭量还会是那么多 然后你还是不愿意运动 你的体重就会更高 甚至会得一些疾病高血脂啊 高血压 所以现在他这个 我是感觉学校把体育课停了 这事还是挺可怕的 对 虽然他没有体育考试了 是吧 但是他对高中之后的这个孩子的身体素质 还是比较有影响 因为他不是一个月 对 他是半年多 这半年多完全都隔绝了 然后原来可能愿提提球了什么的 他一揽下来的话 到后来的话 他身体的 如果他身体机能跟不上的话 他再参加这场运动的话 他就会失去兴趣 稍微跑两步 你就开始喘的不行的话 你也就是不愿会玩的 不愿意玩了 对 就渐渐的就跟他的远离了 对 就是你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越揽的话你就越揽 然后你倒是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的话 你就会倒是更愿意去每天这样坚持下去 所以说小川这回作为一个毕业班的孩子 赶上了一个可以说是空前 但是不一定绝后的这么一个学期 是吧 整个这一个学期 虽然你也回学校待了一个多月 对吧 那基本上也跟没回去差不多 对 就是等于是同学见了个面 见了个面 然后跟老师也稍微的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 对吧 但实际上老师跟你们沟通也不多 对 因为特忙 分成俩班了 忙的不行 是吧 正好咱们今天小川是初三 是吧 对 那么面临中考的话 那今年的中考冲刺 对吧 你感觉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分享一下 这个我觉得大概是分成三个阶段来讲 前一个阶段就是刚得到了这个通知 就是所有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考生的话 他的心里就是比较激动 也比较焦虑 就是学不下去 因为也是一是延长放假 二是这个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当时人们都一头雾水 就是基本上学不下去 你是不是感觉比如说 他这个学习 它是要一个持续的劲儿 是吧 就跟登山一样 你爬到半山腰了 一般来说 我是建议大家别歇 是吧 只要坐那一歇 歇个十分钟 你再爬会觉得更累 对 然后呢 春节放了快一个月 半个多 等于是 春节前你是正常 还是在上课外班的 对吧 对 春节后就没上 然后一直到了四月份 五月份这段时间 那实际上是劲儿是有一点卸下来了 对 就是可能当时在学 你都不知道该去怎么学了 就是状态总总觉得别扭 对 觉得不对 找不到开学前那股 就是那个劲儿 对 充劲儿 然后其次呢 就是真的意识到 百日充次左右的时候 就是意识到 哎呀 中考已经距离我那么近了 每过一天 那个数就少一个 当时是我记着是 推迟了 对吧 咱们全国的中考推迟 你们是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嗯 我们是刚刚百日 就是离中考还有一百天的时候 如果按原计划 嗯 然后原来是七八九 对 是吧 哎 我原来是第二 是六月 六月十七 六月 正好推迟了一个月 正推迟了一个月 然后大概就是 就是过完百日充次 还剩七十天左右的时候 嗯 哎 又重新过了一个百日充次 哈哈 嗯 当时还是比较高兴的 因为 又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对 嗯 然后基本上从那开始的话 如果真的有心学的学生的话 他就会真的紧张起来 因为 中考这件事就在眼前了 实际上其实 呃 虽然刚刚才开玩笑啊 说这个实际上回学校跟没回也差不多 嗯 但是其实这个动作 就初三高三 早一点复学 对于你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对 因为你回学校之后 他大家同学们一起 跟老师能够面对面 实际上对于你们来说 还是能够把这个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感觉找回来的 对吧 而且我觉得啊 在家的话 他毕竟找不着那种仪式感 你每天 仪式感 对 早上必须着着急急的吃的晚早饭 然后穿好衣服洗漱 匆忙的离家到学校坐好了 嗯 中途你不能乱动啊 你不能讲话呀 不能吃东西喝水 这个感觉的话 他毕竟在家里 你在家里 你想上厕所了 那你就肯定会去呗 对 你想喝水了 那你就接一杯 而且还有那些家长 特别烦人的 就是一会儿给你送个苹果 一会儿给你送个酸奶什么的 对 他就会打破你这种感觉 你就可能歇完 哎呀 上个厕所 又游走五分钟 然后一会儿又喝个水 游走五分钟 你这样的话 一节课 恍惚惚惚的就下来 然后没有听什么 是 就是其实还不是说专注力的问题 对 他是一个 那个这个气场 环境 环境 气场 因为他如果同学们都在的话 你想比如说 完全安静的一个教室 大家都翻开书 哗啦哗啦翻书 那声音 其实这就能让你的心情要安定下来 你就会调动起来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剩下的大概还有二十来天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你是一个很慌很忙乱的感觉 就是你并不会 可能那时候的效率很低 因为你已经不知道复习点什么了 感觉能复习的你都复习了 但是又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会一样的感觉 那你们做卷子吗 做 我们会当时的卷子哇哗啦哗啦的 每天一大套 对 每天一套 然后但是可能不会都做 但是老师会挑里面的好题重点题讲一讲 然后而且我才这是跟大家说一句 你们可能经历第四次模拟的时候觉得 哇 我还能有学上吗 怎么会考成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 等你中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题竟然非常的简单 跟你 你们分四模 一模二模三模四模 对 对吧 一般一模的题是比较难的 还是四模的题比较难 是一模的题 按理说是一模最难 四模最简单 对 一般都是这种 但是这个当然也分学校 如果你在学校你是重点 它四模的题也会特别难 因为学校是让你做难题 到时做简单题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容易 就是让你一步一步建立信心 是吧 我的话就是等四模的时候就觉得 哇 我这能考多少分啊才 但是真的中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卷子 可能也就会最后一道题是难题 其他的你都做的非常顺风顺水 这个知识点的话 如果你是重点学校的话 老师会都给你说的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而且赌题的话 你要相信老师 他虽然可能具体的题赌不上 但是那个题型 他说的绝对是非常的准的 你之前我记着咱们一年多前聊过 你是在学校是在中等偏上的这个位置 对 对吧 对 最后考试的结果呢 就是据我问我们老师啊 大概的排名的话是靠上的话再靠上 就是 就还是有进步的 对有进步的 对大概比如说原来初一初二的时候 能排到1000名1100名这一块 可能这次考试的话 我是考到了六七百名 六七百名 那还是比较理想 对 比较理想 那你们这个 刚才说到的第二个这个阶段啊 嗯 就是开始疯狂的做卷子 对 对吧 刷题 是吧 但这个实际上全国现在都这样 对吧 原来可能还 还有自己有自己的学校的学习方法 但现在其实刷题这个事 这个 这个都比较普遍 从我个人理解 就是因为确实是教改之后 他这个中考也好 高考也好 他难度是降低了 对 整体难度 虽然比我们几十年前的那个中考高考要难 感觉要难 因为他考的方式不一样 他可能更广泛一些 对 那个范围 降低了之后 你感觉这个 这个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压力吗 其实呢 这个现在我发 我分析这个中考啊 他并不是考你会不会这个知识点 基本上全是那些书上都能找过 你一开始就学会的 都会 基础知识点 都见过 但是他刷题的目的就是 让你建设更多的题型 当你看到这个题的时候 你就脑子里能快速的分析 这个题哪几个 是考的什么 对 哪几个是重点 你要运用哪几个知识点 让你更快的做完这道题 而不是更会的这道题 因为中考的话 他的题量是不小的 不小 时间也是比较紧的 你有时候可能并不是不会题 而是你做不完题 做不完 还有不做不完的情况 对 基本上做不完这个事很正常 很正常 就拿我的来说吧 最容易做不完的就是数学和物理 因为这两颗你需要计算 你稍微有一道题卡住了 就后边就危险 对 千万不能卡 你不会你就赶紧跳 就过 是吧 因为你后边还有很多 大的分 对 因为而且你要想 如果往后的考生 你要知道 就是你那道题不会 不是你一个人不会 是大家都会卡在那个题上 有道理 对 因为而且就是 我这回的话是 到最后的计算大题的话 是有一个的第三问写不完 一共就三问 他的第三问我没有写完 然后其他的倒是都写完了 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分享 这个属于一个正常 算比较快的结果了 比较快的结果 你还能回忆起来 那个题大概是考什么吗 几何的题吗 还是什么的题 这是李宗 他的话是 李宗的话是 有一个化学题 两道物理题 这个那道题 是大家 对 都会猝头的电热物理 电热物理 对 现在不知道 如果能量的转换 不是 它是涉及到 那个欧姆定律 然后这个没有上初三的这个学生 我跟你们说 你们以后会面临到的物理上的难题 就是电学 有可能你力学学的非常的好 力学还行 对 力学能考100分满分 你可能能考90来分 但是当你一开始学电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都些什么玩意儿 可能能及格就是比较不错了 他的理解 理解 我专业就是电 大学专业就是电 有一些科目确实非常烦人 对 他让你看那个电路图分析的时候 他要运用到好多好多的知识点 一条没分析 对了 你整个晚上的题就没法做 所以 但是不要抱太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中考来说的话 他考的电是比较基础的 然后 就是最后一道电学大题的话 你第一二问 第一二问 你是都绝对会做的 就是你只会卡在那个第三问 只要你认真学 这是小川给大家 就学弟学妹们 分享的一个小经验 对 是吧 那么咱们说完考试 就是讲一讲 这个咱们河北这边的报志愿 是什么样一个流程的 因为我感觉 好像和北京不太一样 对 河北的报志愿是 你等到你的分数出来的之后 他在第二天会开启一个 志愿填报的这个入口 你在网上的话 你是选择 它是分这么几种 首先你有第一选择 就是这个重点高中的选择 你会 还是有几个学校可选 是吗 重点高中的话 还是都混一块了 重点高中 你只能选择本市的重点高中 然后你可以选择三个志愿 然后我们试试 一共四所重点高中 你选三所 你想去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普通高中 也是可以选择三个 然后这些普通高中的话 可能也是本市的 这些公立的普通高中 剩下的话 就是你可以选择专科学校 然后和一些外地的学校 那私立会在哪呢 私立不在这里边 私立不会再填报 而是你找到他们的招容电话 问问你的福尔够不够 还是需要花多少钱的话 去报私立 包括比如说像衡水的私立的 那个就是衡水实验 或者那种 他也是走另外一个渠道 对 但是你要先去跟学校去联系 对 是吧 然后报之院是指田的一个学校 不 报之院的时候 他没有那些选项 他不选那个 就是你把你的准讨证和那个业证 他直接把档案就调走了 对 哦 是这个样子 然后据我所知呢 今年衡水二中和一中啊 他也会要一些分数 不会达到他分数线的学生 但是开出的都是天价 五十万一个名字 对于有一些真的想上那个学校的 还是那这个钱就得花呀 对 是吧 虽然说是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还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对 包括他北京也房价高嘛 对吧 苍州啊 或者什么那个小的地基市房价比较低 可能一套房子就没了 对 是吧 呃 那今年你刚才提到过啊 就今年一共有八万多的考生 你们光你们一个市 对 那么去年呢 去年的话是有五六万考生 五六万 那等于是增长了快百分之五十 对 百分之四十以上 激增了很多考生 但是学校 他因为没有那么快的时间建成 就是每年都是录取四万名考生 嗯 但是今年有八万 只能录四万 剩下的四万 就是中专 对 或者没学上 对 或者是去私立学校 嗯 私立学校呢 肯定是少啊 对 所以学校他也招不了多少人 对 那么对于你来说 这个报志愿的时候 是家长来来负责处理呢 还是你自己跟着一块呢 因为我印象中高考的 我当时填的话 是是我弄好了 然后妈妈帮我抄的 因为怕写错字 是吧 非常的那个紧张 但这中考是选学校什么 是谁来选的呢 嗯 这段经历 其实说起来也挺好玩 就是我我爸我妈 是我们一块来商议去哪所学校 开了个家庭会议 对 然后最后呢 我们是五天的时间 今天变一个主意 明天又变一个主意 最后上就是悬横了一下 还是去了一个省重点 但是就是其实到最后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点吃亏 虽然是个省重点的小班 但是等于是我这个分 还是没有完全的发挥得非常好 发挥出来 对 但是你看北京啊 它有这样的 就它出了分之后 它会有一个这个每个区的 这种一分一线的这么一个表 就比如说今年北京的这个满分是700 是580 对吧 570分的1040人 对吧 500什么69分是1050人 对吧 你们那个苍州那边有吗 苍州的话它是这样的 它是给学校分发名额 而不是这种 就是你比如说 这种大排名 对 你比如说我们中学 它是允许有200名 可以进到第一中学 一中 然后有300名 可以进到第二中学 那就变成了 是在你需要在你们学校里的排名 是最后比较重要了 对 不是所有的你们 所有一个城市的孩子 对 是吧 就拿两所学校比较 我们学校和另外一所 也是省重点学校比较 我们能去到第一中学的分 是508分好像 不是 他们学校是508分 而我们学校就是480分 就会有差距 对 但是吧 这对我们来说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优势 就是本来吧 上重点中学 目的是为了 你在这个更大的环境内 你能得到更多的提升 再跟那些普通中学一比 你就是已经很好了 但是这时候我 当你填的时候你会发现 哎呀 因为这个重点中学 比你学习好的忒多了 然后 对 你就会 是有这种情况 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在那些普通中学里 你是可以去到一中 比如说你在重点中学 一中有初中吗 一中没有初中 没有初中 对 然后比如说你在普通中学 你可以去到一中 而你在重点中学 你可能只能去到三中 那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本来 你觉得你在你们学校 是已经是第一名了 或者说前十名了 对 然后你考到了那个一中之后 你觉得 哎呦 你发现你的班里 都有一多半的同学 都比你分高多了 对 那你就会非常吃力 对 因为初中三年还是 对基础来说 还是挺重要的 其实他这个目的 其实也并不坏 他的目的就是 均衡 对 也是平行分班 有点这么个意思 那不公平 我是感觉不公平 对吧 你如果说是在一个 比较好的学校的话 你其实考的分高的话 你也不一定能够 跟其他学校的同学一样 能够进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一个学校 对 要看你在学校的排名 这个很诡异 很诡异 因为北京完全不是 北京就是 他不按市 他按全区 这一个区 比如有一万个人的话 你就在区里排多少名 你就能够进 他非常的准 我的话 这回考的话 大概的话是在八万里面 能排到一万五之前左右 然后就算比较不错的 但是由于学校 是个重点学校 然后你们同学的分都很高 就水涨上高了 也只能去一个 就是不是说那么好的重点学校 但是也算不错了 实际上如果说是这几个学校 本身他的高考的 这个升学率差距 不是特别大的话 那还好 对于你来说后面三年的影响 并不是特别大 对 并不是特别大 这个跟那个 又跟北京天津又不太一样 北京天津的高中的 他的清北绿 一本绿 什么的 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包括区和区之间都有差距 你们那边可能还不太涉及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实际上这几个 这四个重点中学 四个重点高中 还是有机会能够往上再窜一窜 对 但是我劝各位现在河北的听友 能给你家孩子转户口 就赶紧转户口 因为为什么说他们四所都差距不大呢 是因为他们能升本 985211的几率都一样的很小 都很小 对 但是普通大学是可以的 对 就是因为听我们老师讲 河北别看这个升本率很高 在全国虽然排倒数的第三 不是倒数第一 但是有80%的本科生来源 是来源于人家衡水学校的 就是只有那20%是提给我们 救济我们用的 因为河北省的话 他没有任何的985211 唯一一所名牌大学 还在天井 就是河北 河宫大是吧 对 还在人家天井 对 然后的话分给我们的名额吧 还非常的少 非常少 而且往年的学生是越来越多 他还跟山东不一样 山东还有几所985的学校 对 所以说 而且有一句话是 别看河北考生多 但是河北考生一年比一年能考 就是今年所知道的高考情况是 上了600分 600分高考已经非常高了 不算低了 上高考的话 河北省有3万人上了600分 基本上你上不了600分 就不用想985和211了 那你自己感觉 这么大的竞争的环境 就是从你心理上来讲 有没有波动 当然也会很焦虑 因为但是你也是生在河北 没有办法 然后他的话是 当然你迈进了一所比较不错的高中 你也能上一个 最起码能上一个本科学院了 对吧 不一定是那个叫做什么双一流 或者什么 是吧 因为那985和211 现在即使是你在北京天津 其实你想上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是吧 那么在疫情期间的话 对于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家里这么长时间 从刚开始的觉得很兴奋 突然间平白无故多了 一个多月假期 到后来觉得还是很别扭 是吧 因为没有这个同学在旁边 没有老师的这个面对面 对 你分享分享 你当时是怎么 就是调整自己的 首先呢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调整 就是运动调整 当你运动起来的话 一你会消耗一部分的精力 二你会觉得生活变得充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 如果你下午睡觉 你等下午晚一点起来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不会那么的好 所以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把一部分的时间 分给运动的话 你会消耗你的一部分精力 也会 就是负面的情绪 对 因为而且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谈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可能跟你的家长就有说有效的话 也会比较的 比较和谐 其次呢就是 面对这个疫情 你不要说 哎呀 会不会传染到我 会不会传染到我 你就大概的做好个人的防护 做好这些防护 你就能完全避免被感染 因为你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疫区 因为你抵抗力提高了 对 你不是特别严重的疫区 你就会减少 就不怎么出本 你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然后剩下的就是好好学习 因为你也要知道 不是说疫情你在家玩的 你就不用中考了 就是面对中考来说的话 疫情再严重 他也不可能把中考取消了 只会推迟 因为现在还没有12年 医务教育的这个能力 肯定是 对 本身现在也 也也也也 这个叫做 承受能力也不够 各个省市 他这个高中的这个 北京都算高的了 60% 60%多吧 这很多的省市 可能他如果把全省的人 都算进来的话 可能也就达到30% 才能从初中升到高中去 对 大部分人都被分流了 是吧 好些 你看就这回来说 有8万名考生 4万个这个名额 你说怎么12年义务教育 你不让谁上 你还肯定是 对吧 你要是说光让人家好学生上 那不等于 还是不是义务教育吗 对 现在不现实 对 提这个不现实 所以你只能努力的提升自己 我觉得这个疫情的话 在年底之前 最起码还不会结束 可能线上或者 他就怕反复 是吧 对 有可能是下一届 这个初三 你们可能还会重复我们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在家呢 你放心不会没有提给你做 我们当时是 就是把所有的提都会邮寄到你家里 那还挺好的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放心你不会没提做 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就是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计划 就是你不要说 哎呀 今天早上起来学什么 再听吧 看老师怎么留 你就记比如说 你可以不一定 非得跟着老师的节奏走 你比如说 今天我就打算写三套数学 两套英语 明天我再写两套语文 四套物理 你就这么自己给自己 根据自己的状态 对 来进行调整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的学习效率 其实会很高 因为说实在的 当时如果老师 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培训 他安排的计划 不一定有你这样 自己给自己制定的好 因为你这个数量达到了 但是质量不一定达到 真的你要如果认真的 钻一套卷子的话 你会很能得到提高 就找到很多自己的一些 这个就是优劣啊 这些东西 对吧 包括这些科目 你自己有没有感受 比如说我自己觉得 哪一些科还是比较偏弱的 我可能会多花精力放在上面 是不是会有这么样一个规划 对你比如说 这个像我觉得 如果你是就是为奔着中考去的话 你多读几遍课本 这个真的是很有很大帮助 就是把不说把每个字都记住 把那些重点的段 你都记住它 你就别看数学和物理这样的 不需要背的科目 当你记住了它的那些内容的话 你考试的时候 自然脑子里就想出来了 你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光的反射 你一提 哎呀你在现想 哎呀光是怎么反射的 你如果一记着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这样的话 你就会自然而然做题的速度 得到提高 对 你思路大半的思路就出来了 对 而且当时如果 如果疫情还能 还是这么继续的话 跟老师搞好关系 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 因为当你 如果能得到老师的微信的话 你这样问题的话 很方便 包括很有可能 老师还会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 那咱们现在就不说什么方式 来对你进行一些特殊的帮助 或者说是对一小部分的同学 对 对吧 这也是挺关键的 这也是挺关键的 对 因为这样的话 你如果在大的学习群里问的话 老师可能会无暇顾计你 对 或者是草草的给你一讲 但是如果你有老师的私信的话 问起来的话 它是比较方便的 这样也有助于你的学习 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因为初中的每个班的人数太多了 对吧 他没办法 就每个孩子都兼顾到 而且对吧 如果你跟老师搞好关系 你这个被动的话 也是会被督促的 当你不上 你老师问老师提 而你如果有一回缺少上线 你想自己偷个懒 老师也会重点问到你 对 就会看到你 你今天怎么没上线 怎么着的 这样的也会 虽然减少损失吧 减少这个 没错 那咱们讲了这么多的疫情的事 那这回考试的过程中 就尤其是像语文啊 英语啊 这些科目上面 包括这个文宗上面 它是不是会有涉及到这种疫情的考验 比如我看到 语文的这个作文题 有的省市 高考也好 中考也好 就会涉及到 对吧 让你评价一下疫情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 那我就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 这次疫情发生之后 我能涉及到中学所能用到的知识点和考点 给分享 语文来说的话 那些古代的文言文 你可以多重视一些 就是有关于古代抗议的文言文 是会有这样的 比如说什么秦国抗议啊 这些你多关注关注 很有可能在下一届的时候 就出一个类似这么的文言文 其次呢 这个阅读理解这一方面的话 肯定这几年逃不过会有一篇 关于疫情期间 要么就是感人的故事 要么就是一些疫情的科学议论文 说明文 对 所以你就要积累一些 关于疫情的这些基础的知识 比如说这次病毒的来源 或者这次病毒的结构啊 这次病毒的这个传播途径啊 要有所了解 对 你不能一无所知 其次就是背过两个感人的事迹 比如说中南山院士 他非常年纪非常大 但是还要坚守在一线 或者你在背几个疫情期间 非常值得感人的小故事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是非常 非常有作文 尤其是语文作文 还有就是综合学习题里面 他会涉及到一道 比如说不实用野生动物 然后会涉及到那个工块的重要性 这些疫情 就是平常新闻里能见到疫情引发的这些公共卫生话题 你要有所了解 避免到时候学写的时候 脑子里面有话可以晚上写 大家一定要关注 不能说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光是影响你生活了 很多的事情还要关注它 近三年来说这个考试应该离不开这个疫情的事 然后再其次就是这个政治方面的话 它会涉及到比如说公共安全卫生法 或者是他会给你出那种 比如说张某吧 张某他在疫情防控期间 他不戴口罩出去乱溜 然后被逮了之后 他拒绝还是拒绝戴口罩 还跟门警发生冲突了 对 然后他就会考类似于这样的 所以你就要多重视一些看几个案例 比如说就是类似于这样不戴口罩 或者是在那个就是每个小区的那个门口的那个卡点 强行传卡的 不配合的那个检疫 对 然后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政治的话基本上就会涉及到这个 还有像新出台呀 什么的那些像公共卫生法呀 这类的话他肯定会在考试的时候再次重视起来 看看他相关的一些涉及到的条文 你稍微的记一记的话 在考试的时候你就不会尴尬的不知道填哪项条文好 然后剩下的历史 历史它能涉及到的就是往年的抗议 比如说他可能会涉及到一次非典 也可能会给你出一个那么历史小故事 就是类似于说这个原来的时候 人们是也发生了疫情 然后相比较 然后这个区别 还有呢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话题由于疫情就是被炒了起来 国内与国外的这个差异 对 中国为全世界金融券口罩啊什么的 或者是那个美国就是不配合呀什么的这些 在这次考试的时候 我们就整整一道大题 就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它在历史和政治里都反正计较 就叫文宗对吧 对 它在里面会都会涉及 所以这一方面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加起重视 因为这个我估计往后两年也会是重点 其次就是这个公共卫生 就是政治方面还会涉及到一个这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优越性 对 这个也是常考的 所以这几个知识点一定要注意 然后化学方面一定要把酒精的化学士积牢 CRH5OH 这个因为在初中阶段就学了一个有关消毒的 就是这么一个化学方程师 它必然会考上 然后所以这个一定要记熟了 CRH5OH 但它是不是还会考 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的 这个病毒的 它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细胞 是吧 这个RNA DNA这些 它考了吗 这个就得看省市了 在河北省目前来说 它不会考生物了 不考生物 不考生物 它就设计不到 所以像我们这个是单独 每门单独考了就坏了 对 肯定会有一两道题会涉及到这个 对 那个就得病毒那一章节 你就得好好的看一看 英语呢 英语有涉及到吗 英语的话也是 因为它的毕竟它是一门语言理解 它就会可能出一个类似的相关的小短文 小短文 然后那个主要这个看着疫情不多 而且主要还是看你的那个词汇量和那个语法 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个疫情的知识点 就这些 你们今年的作文考的是什么题目 还记得吗 我们今年的作文考的和疫情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但是吧也很难 就是考完了之后 学生们都吐槽 考的就一个字围绕详 飞详的详 详 展开话题 然后好些学生就非常吐槽 这个怎么写呀 然后我大概的写的就是 茹壮成长就类似于这方面的话题 OK 非常的荣幸 今天能够请到一位毕业班的同学 能够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关于真实的 今年在疫情之下 孩子们是怎么来学习的这么一个话题 我觉得还是 就是很受启发 很受启发 因为从家长的角度来讲 他的这个视角 或者说他的体会 就是心理的体会 跟孩子本身 他就在校园 他离开校园这么长时间 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不太一样 家长他关心的更多的是 我这孩子到底成绩会不会受影响 我的孩子在家里的是不是效率很低 他都是表面的很多东西 实际上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 包括这个情感上面的东西 还是今天我觉得跟小川聊起来的话 我可能会更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认识 然后也希望小川在9月份 包括全国的孩子们 能够顺利的回到校园 是吧 能够重新开始他们的正常的学习生活 对 也希望小川在高中的高一 然后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因为高中跟初中不太一样了 他的学习的方式上面 包括他的知识的体系上面都有不同了 对 也希望你能够在最后的这两周的时间 能够有一个调整 好的 是吧 然后希望到高一高二的时候 再有机会能够分享一下 后疫情这个时期 对吧 你在学校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见闻 好吧 今天也一个多小时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录制到这里 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想跟咱们的小嘉宾交流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然后我们会转给我们的小川同学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同时您也可以收听我们制作的更多博客节目 科技乱顿 品质生活 金金有味 厂长来了 拼娃时代 串台 科技先生和蓝海之下 在您收听的平台上直接搜索 即可找到以上这些节目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 欢迎以购买周边产品的形式来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博客 天津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进入周边产品菜单 购买即可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的更多讨论 可以加主播的微信号 DAO160301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本节目录音设备由罗德麦克风 有请赞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